也叫你来干什么 陛下请大王进殿 吴大王 也叫我来 干什么呀 爹爹 爹爹要问臣 什么 跪下 朕现在问你话 如有一句不识 是 臣请陛下 垂问 中秋事后 你是不是背着朕 私会过朝臣 会过 谁 吴大王 我说是 你不是背着朕吗 我说是 我说是 你不是背着朕吗 我说是 就敢卖老太子 无伦之亲莫过父子 你当着父亲的面 有什么话你说不出口 陛下 臣 下朝之后朕见过他 他反问朕 这不是上意吗 陛下 除了你以后 还有谁有这个本事 陛下 好好问你不舒适 爹爹 爹爹 玩错了 而这是 看不惯他在中秋的时候 对爹爹的 儿臣罪该万死 可是儿臣就是看不惯他 爹爹就算打死儿臣 儿臣也一样看不惯他 你干的好事 要朕来替你背这个恶名吗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长使 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也不是我该干的事啊 这既然是圣旨 怎么就不该了呢 但圣旨怎么会让臣 之前主审的不是殿帅吗 对啊 可今天是五大王呢 他是我的兄长 还是储君 但于公于私 我怎么能审他呢 储君都能够下诏狱 还有什么不能的呢 我去找爹爹去 五大王 你听我跟你说 说是主审 其实就是把他看好了 别出什么事 再说五大王 你也干不了什么别的呀 这午膳没用啊 没有 晚上也没用啊 没用 殿下 臣萧定楷 奉旨前来 侍奉殿下 殿下 备膳是不是不合口味 殿下想用什么 您尽管吩咐 臣去安排 这五大王你这要干什么呀 要不要上报陛下 五大王 我看就不必上报陛下了吧 您看 殿下今儿没什么胃口 就这样吧 殿下好吃甜口 那殿下先请安歇 臣明日再来 请安 行 请安 殿帅到底去哪儿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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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奉圣旨前往京营驻守 一等迟迟 三日之后 勿抵常州 动工 建帅出城之后 城门就关了 这些天应该都不会再开城 这是在担心大人带回来的人 金卫营立了 赤士爷已经往长州去了 那二公子他